前立委严清彪有机会假释出狱了 台中监狱三号通过了他的假释申请 理由是他在狱中表现很好 目前假释案将会承送法务部矫正署审查 如果复审通过的话 严清彪最快在七月初 也就是下个月就可以假释出狱 前立委严清彪去年二月入狱服刑 现在有望假释出狱了 台中监狱召开审查会议 认为严清彪符合假释条件 出审通过将假释案送交法务部 严清彪因为贪污喝花酒报公账等案子 遭法院判刑七年定验 不过他去年入狱才一年多 怎么符合假释条例 预防澄清原来是扣除已执行部分 严清彪剩下刑期只有三年三个月 因此台中监狱认为符合假释申请条件 期間搞然后审核通过 那我想希望我们还是一样 就是说不希望说有太多的解读 就因应期盼吧 台中监狱表示严清彪入狱后 在厨房工作表现正常规律 将他列为提报假释名单 如果通过法务部复审 最快在七月初就能假释重获自由 这个已绘彩指提供报告 提供报告